没用啊 不管医术再高超 那也救不了医师无医的人 本世子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我早就知道了 你们不用安慰我 别说傻话 你不是什么病 只是早产的缘故 天生体弱 可以调理好的 本来我身子都好多了 可现在被猎王爷如此粗鲁地对待 估计要去掉半条小命了 就是 猎王爷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们世子爷 难道你想自杀我们世子爷吗 你今天要是不解释清楚 那就别怪我们进宫告你一状 谁都知道 北五帝不喜欢猎王 昨天他刚侨匪立下功劳 可是今天早朝论宫行赏的时候 却没有给猎王任何赏赐 甚至夸赞的话都没有 他手底下的将领 都领到了赏赐 甚至封杰还因此有机会 从一个罪臣洗清罪孽 重新回归军营 管局六品 因此觉得猎王爷 再能干都没有用 不受皇帝宠爱 那人人都可以欺负 都可以踩他两脚 要是东墨世辰进宫告他一撞 北五帝肯定会为了两国和平 训斥慕容霄 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有底气 本王看叶世子不是挺精神的吗 如果本王下了狠手 他怕是得从猎王府躺着出去 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要吃蛋糕就等两天 现在没有 奉明威有意护服 东墨世辰就不敢放肆 毕竟他们世子爷 还得指望他调理身体 不好得罪他 叶九孝看着心里的小情人 在自己面前袒护别的男人 心里很不适滋味 蛋糕都觉得不香了 那你现在给本世子解毒啊 不行 你身子骨不太好 先回去养两天再说 你回去吧 世子爷 咱们先回去 这事急不来 是啊 世子爷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事得从长计议 那你们能报我吗 这事您回去问问您父王 叶九孝蒙光微微闪烁 觉得有道理 没有父王搞不定的事 然后便没有闹 乖乖地离开了猎王府 大哥都有赏子 怎么你没有啊 没有 他觉得无所谓 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的感受 曾明微突然关心他 心里的委屈就不受控制地涌出来 那我们下车就能够估订阅